娱乐圈里有两个强都不服的女人 一个是喜当王思聪爹的孙姐孙艺宁 一个则是很帅Angela Baby大背豆子的宋姐宋玉琪 宋玉琪跟Baby的这次互动明显出事了 宋玉琪打完后 Baby笑的那一下非常可怕 跟她在影视剧演的恐怖剧情 有异曲同工之妙 都是因恒诡异 想当年郑凯跟陆寒也发生过 因游戏而表面闹不合的事情 但他们当即发互动视频澄清了 反观宋玉琪跟Baby打脸这件事发生后 他们很有默契的没有任何线下互动 整个双方粉丝都在大搞阴谋论 认为Baby马上会展开对宋玉琪的抱负 然而事情过去数天抱负迟迟未来 宋玉琪反而肉眼可见的越活越滋润 难道Baby真的担心她这样价值8000万的脸被胖纵 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其实从一切资料和证据来看 Baby这个时候不能也不敢惹宋玉琪 有人怀疑宋玉琪有幕后金柱 或是跟中国跑男制作方有裙带关系 但这些都拿不出足够的证据证明 反而是宋玉琪在韩国发展的资料 让人眼前一亮 她的每一项资历都能搬拎出来吊打VB 宋玉琪1999年生于北京 因为从小热爱街舞和歹足舞 在北京独到初中便跑去韩国参加选秀 后被韩国著名娱乐公司Cube选中 成为公司旗下练习生 Cube虽然不如韩国三大娱乐公司巨头 但也算一家大公司 捧出过炫崖之类高人气艺人 宋玉琪因为能力出众被公司当作力捧对象 所以她出道集C位 公司所有的资源也都向她靠拢 Cube的目的很明确 他们捧不红大批艺人 但可以靠质量取胜 而宋玉琪也不负所望 凭一己之力为公司打下大片江山 宋玉琪在韩国知名度极高 她团内人气Top1 油管个人综艺视频播放量均破百万 这档个人综艺原本准备只做三集 结果由于效果太好连坐了一个季度 之后宋玉琪又用三年时间便机身准一线 先后空降韩国与中国跑难 年纪轻轻却能与大量老艺人爱豆抢资源 韩国对她评价特别高 林飞文人品好造型家总义天赋高 有个自称宋玉琪的化妆师爆料 她给宋玉琪化完妆后 对方特地邀请她吃饭 见了面还会打招呼 不摆明星架子 其他一些与宋玉琪合作过的工作人员 也对她赞不绝口 宋玉琪来到中国 是因为公司打算在中国发展 当时组合里其实还有个中国人 诞生于台湾公司怕风险太高 且其实力一般 预示主推宋玉琪 她能够在中国无任何基础变空降跑难 其中肯定有公司Cube前线搭桥 但是敢于一上来就给跑难女MC Baby 一个大逼兜子 却不是她的公司敢于指使的 而是Baby与大量粉丝都太大惊小怪 韩国跑难特别放得开 不会因为一些小打小闹 而被粉丝质疑二人不合 所以在韩宗玉琪玩过的宋玉琪 到了中国跑难里 便继承了一些风俗和习惯 甩Baby一脸力求假戏真做 不然哪来的讨论度 但Baby不一样 她可以在节目上撕扯熊带领的衣服 但绝不容许有人在她头上冻土 当年Baby生孩子那会儿 跑难节目组特地找了迪丽热巴 暂待她的位置 结果那段时间 黑迪丽热巴的通稿满天飞 Baby也怕跑男女王头衔被抢走 生完孩子立刻赶来录节目 生怕迪丽热巴真的将她取而代之 这种心理是由于她本身 没有拿得出手的作品和奖项 之前好不容易拿了个百花奖 结果观众不给面子 把百花奖自动降到为野鸡奖 整个百花奖一口老血 至今都没回过来 如果失去跑男这个综艺 Baby是该成为演员还是网红 或者说仅是高知名度的边缘人 Baby有这点自知之明 所以节目组推出的新人宋语期 严重威胁到她的地位时 她必须资助必较 十二金时不同以往 她曾经也是一线艺人 结个婚请动娱乐圈 半壁江山广告到处可见 网上讨论度也不低 又贵为堂堂 九季跑男元老 在剧组里养尊处优 但现在却被一个三线新人 欺负成这样 粉丝骂不过宋语期 路人跟着带节奏 连节目组都不给她面子 之前Baby经纪人 为她内涵节目组 结果节目组转头就说 要放弃Baby 丝毫不把她放在眼里 这不是实力和资质 能够解释的通 只能说Baby路人缘太差 在跑男混了九季 人脉都没见起来 其实很悲哀 内鱼其实是有内鱼的游戏规则 拼的就是粉丝控屏 给路人洗脑和路人员 结果Baby一出事 除了粉丝网上 没一句说Baby好的 都是说宋语期遵守游戏规则 假如事情反过来 Baby砸了宋语期一脸 路人态度恐怕也不会改变 仿佛双标 只对她是正义一样 前几年的Baby 是有黄晓明跑 但如今很多人都相信 他们昏变的传闻 否则不可能让Baby 卑微到如此程度 这就是没作品 没实力的下场 经历在虚假上的繁荣 都撑不了几年 而宋语期作为新生失礼 她难道就不怕被Baby 临死反扑吗 还真不怕 因为她是靠能力混饭吃的人 宋语期的专辑在韩国销量不错 自己也会写歌跳舞 即便被跑男主出节目 她靠创作 也能在中国娱乐圈混得一席之地 Baby的遭遇 其实是整个娱乐圈的缩影 她告诉了我们 硬捧出来的艺人是有保质期的 将来像她一样被牺牲代替还的艺人 只会越来越多 而留下来的那些 才是值得尊重的沧海遗珠